中式兄弟像昨天跟統一師的比賽 最後是以3比1贏球 也終止了三連敗 終止劉德華周四奇遭到三整氣的甩頭盔 因為相對在前四局 遲遲無法突破十對先發投手 王志明的封鎖 沒能攻下任何一分 不過他這個情緒化的動作 也被裁判吃逐出場 先任隊長大人的這個舉動 似乎激勵了相對士氣 無局下德進圈的攻擊機會 前任隊長陳姦河以身作責 打到的是在右外野方向落地形成安打 當初這支右邊方向的安打 送回壘上的黃世豪 暢隊在這場比賽首開記錄 面臨爭冠的非常時期 目前排行老二的統一師 當然不想輸球 馬上在六局上迎頭趕上 前兩位上場的打者林志祥和劉富豪 都敲出安打 是對攻戰上得點權 打擊的他可以旁有球 適時敲出高飛犧生打 統一師把戰局追成1比1平手 高飛犧生打的距離是絕對夠的了 眼看鄭凱文又要悲情的 和滲頭擦身而過 相對打線這次不再疲軟 打 左外野還滿淺的飛球落下來 國際人面對後面上場的林月平 敲手這支巧妙的德州安打 送回關鍵的超前分 而統一師也無法再從相對投手 鄭凱文和謝榮豪手中 逃到任何便宜 最終相對就以3比1 終止三連敗 主投八局只掉1分的鄭凱文 也收下個人本季第四勝 與點TV連傳綜合報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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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